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会早上讲课 明天讲相关 后天讲六祖 下面《讲六祖谈经》当中的第三品 问答 问答当中主要有几个 可能好像记得有三个问题吧 昨天前面就讲福德和功德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说从禅宗最高的一些理念来解释 今天讲关于往生极乐世界方面的一些问答 此时有文语 弟子常见神书念阿弥陀佛 愿生西方 请和尚说得生彼佛 愿为破译 今天继续讲 因为前面我们学习了第一个问答题 第二个问答题也是韦池师官员他提出一个问题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这边一般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就可以 他就非要提三个问题 他认为是他因为亲上师的所以说可能他话筒不交给别人 他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当施主 很了不起 其实很多人也有问题的 应该是让别人问一问也很好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弟子经常见到一些出家人和在家人 天天都是念阿弥陀佛 万德鸿名 名号 并且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认为修净土法门特别方便 但是他有一个疑问 请教师父 请教上师 你说一下 这些人整天都不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天天念阿弥陀佛 名号到底能不能往生这个刹土 希望善知识给我破除疑惑 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人对光言阿弥陀佛的名号 到底能否往生极乐世界 也有这样的 那么现在虽然也有一些 可能学术界的人 认为这是一种太简单了 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在汉传佛教当中 非常可以说是兴盛 因为他接受的人相当多的 再加上历史也是相当悠久 然后在这个传承当中 出现往生的也是层次不穷 因此虽然人们有些地方 有一些疑惑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往生的这种简单一新的法门 就麦彭仁波切的 以前我讲过的 也就是说净土教言 净土教言当中 也是解除了很多的疑惑 那么这里 首先他提的问题是 这些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到底能不能复往生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实际上用参众的一些最高的境界来回答的 就以这样来回答的 那么下面就是誓言 诗经善听 回朗欲说 诗尊在色位称主 说西方淫华经文 名分取此不愿 他这里六祖说 为师军 让他好好地敌听 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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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听法的时候 这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任何人 你真正现场的任何一个法师都可以 还有比如说 听一些光盘 或者网络的听课 如果善心而已 一方面得不到传承的加持 同时自己也是根本没办法理解法义 因此佛陀也是经常在讲经的时候 本来是在作为一个道士当中 像佛陀那样的道士 世界上都是没有的 但是佛陀要求弟子们 也是请敌听 敌听之后 佛陀才宣说法义 在六祖这里 也让他善听 并且悔能可以告诉你 破除你的疑惑 世尊在摄为城说西方极乐世界 映画的经典 也就是说 他这里有些说的是阿弥陀经 但是阿弥陀经跟观经当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的 所以其实摄为城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个别解释为阿弥陀经 但阿弥陀经里面说 因为这个经文当中说 你极乐世界不远 实际上佛陀在所宣说的这些经典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说的 西方净土善经 其实还有很多的经典 但是因为当时印度出现很多的 佛法密定之灾 之后毁毁了很多 因此不一定是阿弥陀经 佛陀在摄为城的时候 当时也是宣说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庄严的佛经 在这个佛经当中 已经明明地宣说 西方极乐世界与我们娑婆世界 并不是很遥远的 这里面已经讲了 所以这是六祖 它引用的教证 主要的根据 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净土法门当中 这个净土法主是跟自己的心 也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在自己的心中寻找 有很多这方面的依据 若轮向所十万亿刹 即生中十恶等账 可能你们有些版本有点不同 但我这里的版本就是说 如果轮向从具体来说明的话 那么你极乐世界应该是有十万个亿的刹土 这十万个亿刹土的话 我们轮向上是这样可以说的 但实际上它即使我们身上的十种恶业 十种恶业当障碍的出来以后 那么到到了那里 因此十万亿作为凡夫人来讲 比如说极乐世界离尽十万一个刹土以外 或者有些经典当中讲十万八千里 有些说十万八千里 我们平时也是这个离 我们这里十万八千里 很远很远的 口头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吧 不管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们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 十万亿刹土也好 十万八千里也好 那么这些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跟我们作为凡夫人 离极乐世界很遥远 很遥远的话有十恶八协 有十种不善业和八协 以前《极乐愿文》当中和《前行》当中都讲过吧 十恶八协 有这样的距离 有了这样的障碍的话 那么离我们现在心的话 相当于离这里十万个刹土以外一样 非常遥远 所远为其下根 所尽为其上者 他这里说 实际上离极乐世界 我们这里有很多很远 也有很远的说法 也有很近的说法 这个很远的说法实际上是针对下根者 对万法具有实质的这些根基 地理者 像我们世间的很多人不仅仅是极乐世界 实际上是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清净的刹土 对我们现在来讲非常的遥远 可以说是很遥远 这个极乐世界对我很遥远的话 那么对一些顿根者和下根者而言的 然后有些经典和论典当中讲 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在当下我们心的当下 非常净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实际上是 极乐世界跟我们心非常的贴近 也就是说很净的 这是上根者而言的 所以其实在《六州谈经》当中 应该基本上是按照密法的一些说法 密法当中也讲了一些不了意的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和东方不同刹土 现行刹土等等 有不同的一些距离的现宗的说法 然后当真正的一些开悟者 当当下了悟的人来讲 那么他在心的当下已经认识到 包括地狱也是这样的 天堂也是 清净土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像不了意的一些说法 像《俱舍论》当中也是已经说明了 所谓的霸汗地狱 霸热地狱在某某一个位置上 这个也可以说 不了意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整个地球 任何世界上的所有的 包括一些银河系当中的所有的星球 这些都是一种不了意的众生迷乱面前显现的 但是如果我们很了意的这些法意来讲 这些不仅仅是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的说破世界 也是在当下的快乐也好 刹土也好 全部都是在当下现前 人有两种 法无量半 弥无有所 见有刺激 他这里说 我们这个人有利根者和 我们前面讲的顿根者有两种的 但是法本身来讲 佛法本身来讲 他没有搞笑 也没有这样的两样 但法没有两样 人有两种根基的 然后这个法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主要是利根者通过很简单的三乎方便 他可以领悟 而顿根者怎么样也是 没办法认识他的 所以他方式上面有一个是迷惑 还有一个有开悟的这样的宣术 这样一来的话 利根者他照见万法的真相特别特别快 而顿根者相当的慢 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能领悟 就像我们讲一堂课也是这样的 本来佛法 比如说我们讲谈经 讲谈经的话 谈经的意义上面没有什么好和坏的 然后我们接受的人方面 有些人接受得很快 有些人接受得很慢 所以说有些人一下子可能听一堂课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收获 有些人听一堂课 听十堂课 一百堂课的话 可能越来越迷惑了 越来越慢了 甚至有些反而生邪见 堕落 也有种种情况的 所以说佛法当中分析的这些道理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殊胜 那么像世间当中还没有完全通达 像禅宗那样的境界的这些人的话 他通过外在的一种念佛法门来 然后往生他的清净刹土 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一般的世间常人来讲这样的 然后禅宗当中境界非常高的这些人 无形比较高的这些人 他通过进化自己的心 认识自己的心的本体之后 那么已经当下现前他的清净刹土 正因为是这样 佛陀在《能切经》当中也是讲了 菩萨如果想得到清净的话 你的心要得以清净 这样一来 随其心净则过头净 这是实际上在《闻切经》里面的 刚才可能说错了一点 《闻切经》里面第一品当中 讲《国土清净品》 这里面讲的 就是这里面讲的 以前我们也讲了 我见到的整个世界清净 这就是我的清净刹土的本来真相 因此我们现在对整个外在的万世 心没有清净 如果心清净的话 那么一切都是清净的 以前是唐朝还是什么 庞居是吧 它好像变成一个歌 一念心清净 处处莲花开 有一个心吧 一念一净土 一图一如来 有这个歌吧 现在变成一个歌 其实这里说的是 我们心如果清净的话 那么处处都是应该是清净的刹土 包括我们看到的莲花也好 一图一分也好 全部都是一种清净的刹土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使君东方人 但心惊极无罪 所以西方人心不惊也有一样 东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何果 他这里说 也是一种假设的语言吧 说东方人 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 南战部族的这些众生 如果只要心清净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罪了 国土也可以清净的 然后假设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如果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应该是一种假设 他这里其实六祖所讲的 可能并不是现在讲的 比如说美国是西方人 我们是东方人 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他这里 假设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们 心如果有不清净 有错误 那这种现象 东方人造罪的话 那么西方人造罪的话 心也是有不清净的了 有这个 但这个是不可能的 万一有的话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发一个泰国吧 说是东方人如果造罪 那念佛 就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人 这都是西方刹土的这些人 如果他们造罪的话 那他们往生到 是不是到东方去 或者到别的地方去 他是这里 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 实有的国土 实有的清净的刹土的话 那么我们东方人通过念佛以后 往生极乐世界 那西方这些人 是不是通过造罪以后 后来得以清净 然后念佛呢 往生再往西方去 还是到别的地方去 他只是一种 怎么讲呢 因为当时为了打破对方 真是承认 有实有的西方刹土 有这么一个西方的刹土 所以为了破除他方的观点 也是这样讲的 凡于不了自心 不失自身中净土 愿懂愿习 无人再出一半 他这里说 我们世间当中凡于的这些人 他不了解这个心的本来面目 所以不知道是我们现在自身当中 当下有这样的净土 因为是这样 他就愿懂愿习 一直可能往生要东方去 往生要西方去 一般凡夫人 他一直认为有一个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清净的刹土 一直有这种愿懂愿习的这么一个念头 但如果当下真正是已经开悟的 已经有所对禅宗方面 有所开悟的这样的人的话 那么处处都是清净的刹土 天堂地狱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心的当下 就没有什么 任何一处都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娑婆世界的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在这里 然后到了西方清净刹土 另一个地方 密法当中也是会这样讲的 我们为什么闻法的时候 有密法最方便的 最殊胜的文法方式的时候要观想 比如说我们听众的男女老少 全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男女 然后传法者就是阿弥陀佛 整个地方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的 那为什么呢 如果它不是这么清净的话 那我们这样的观想是一个颠倒的观想 但因为它是非常合理的原因 让我们听法的时候也是按照密法的观点 允许这样并且要求这样的 这也是这样的目的 所以佛言随处所处很暗了 因此佛陀说真正有参无境界的 真正有一些开无境界的话 他无论是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那里就变成清净的刹土 那里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不仅仅是我们真正开悟的人 其实对修行稍微有一点感悟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也是在 他无论到哪里去的话 都有一种很开心很快乐的 真正的修行人是这样的 如果修行不好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些发心人 有些发心人因为自己的烦恼业障非常沉重 然后分别念也是相当重的 这种人无论是他换任何一个班 换任何一个部门到哪里去的话 这个周围都是经济数 没有一个不刺激他的 所以就非常痛苦的 看这个也是坏人 那个也是恶人 前面的这个也是丑人 然后后面的这个人也是犯人 所以说东西南北上下住房 所有的世界对他来讲是一种面目正恒的 都没有一种关系 如果他心里面有一种真正的清净感 或者有一种像显宗当中的调伏自行的话 即使他遇到了很难以面对的这些痛苦和历经的时候 他还是用很坦然地去面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人心里长期特别痛苦 这痛苦实际上是修行没有转为道用 修行没有成功的一种标志 修行越来越成功的时候 那你无论是在任何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即使你身上有一种非常严重的不知之症 像癌症或者特别严重的这些病 他还是非常欢快地去面对 会有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也讲了佛陀说真正修行好的人 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常对他带来的快乐 现在可能我们像禅宗那样的 到任何地方都是像有些菩萨的话 到地狱里面 到饿鬼里面 就像去进入花园一样 像这样快乐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不一定有的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看到有些佛教徒真的特别痛苦 好像每天都是吃门苦脸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可能前世的业障 现前的时候不得不这样的 但是整天都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的必要 否则好像法没有转入道用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修行人 以前在生活当中是特别特别痛苦 因为现在法融入心的原因 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他很快乐的 而且自己也是特别感恩佛法 因为佛法对他给了一种生存的力量和勇气 所以有些在生活当中真正是把佛法 觉得是生命当中最主要的 能他支撑者和维护他而成长的 所以说他这里也讲了 我们不说什么最高的境界 但一般修行稍微好一点的话 应该心里面带有一种快乐和坚强 他这里讲 是君心底耽误不善西方去则不咬 若怀不善自行念佛往生难道 他说如果心底没有不善的话 心底应该是禅宗比较高的一种无形吧 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的 那种处处都是处于一种认识心的本事的同时 心中作物都是一种善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你没有整天都是大声地念阿弥陀佛 大声地唱也可以 按照禅宗的观点也不一定非要念 安住在他的几种禅宗的境界也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密宗当中也是这样的 密宗当中的很多的 比如说观生气次第 圆满次第 念咒语 念仪轨 好多好多这些外在的身体和语言的意识和行为 在真正的安住于本来清净 认识自己心的本体的这种境界当中 他这些善根甚至都并不是很重视的 就很不重视的 所以在禅宗之中当中 也是对像念佛这些 并不是特别的重视 如果我们心有所无形的话 即使你没有念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在自己的眼前 特别紧的 如果你心不善 当然我们平时心怀着恶分别念 没有认识到心的真正的本性 那这样的话 虽然表面上天天都是在念佛 但往生极乐世界恐怕也并不是很容易的 并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在这里 禅宗跟净土宗自古以来也有双修的 也是稍微有一些排斥的 以前有些人问莲池大师 莲池的《弥陀书场》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问莲池大师 为什么六祖不承认念佛往生 当时莲池大师回答 他说 这个有几个不同的 一个是闻门不同 法门不同 比较高法 因为佛陀的法门不同的原因 所针对众生的根基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原因 他说 这是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 他说是失坏失证 他表面上看到好像诋毁净土宗 好像念佛往生很难的 他就不太承认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赞叹 赞叹什么呢 实际上极乐世界在我们心的当下 从最了解来讲 这是对净土法门的一种很深奥的赞叹 并不是不承认的 这样的 还有一个 他是不为出击者 他并不是为了出学者 这个禅宗法门 并不是针对出学者 应该是境界比较高的 层次比较高的法门 这样一来 层次很高的法门 那所谓的极乐世界 就像我们中观当中也是 根本没办法成立净土和佛陀一样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出击的法门 还有一个 他说 他的记录有误 他文字上有一些可能在记录 因为当时六祖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说 我们前面的包括佛陀所讲的 所谓的佛陀所宣说的经典里面 你极乐世界不愿的这种说法 还有个别的一些文字 六祖他自己就不认识 让别人来记录 让别人记录的时候 当时密书有一些错误 六祖他自己都是没有错误 但是他可能下面 别人在记录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错误 按照念识的说法可能会有 六祖他自己应该作为一个开悟者 不会有文字的误 但是下面的当时没有打电脑 但是是笔漏的 现在打电脑有些时候 这不是什么上师的错误 应该是下面真理告知人的错误 有些人自己不懂的时候也是说 这个真理的不对 原来我遇到过一个道友 他说某某某某这个真理的告知是不对 我说为什么 我怎么看也看不懂 肯定不对的 所以你看不懂 能肯定吗 我怎么看也看不懂 肯定不对的 这个地方有问题 到底你有问题还是树有问题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看不懂的 不能真理的人有我 但是也许可能有些一般后人都是这样的 像麦彭仁波切的著作经常有人说 麦彭仁波切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不会有错误的 但是后来的个别大德 因为麦彭仁波切有个别的是他亲自写的 有个别的话他当时讲的时候 下面的人给他按科判 包括我们《相关中央论》 《居士论》 还有《入中论》 好几个讲义后面进行毕露的 毕露的话有些人说是他们的 有些不对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说什么都我们觉得是不重要 其实特别特别感谢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的话 当时麦彭仁波切所讲的这些教言 在后面是根本没有办法留存的 因为当时像堪布根霍尔 伊勁萨姆杰 特别了不起的一群大德 正因为他们当时有机会在上师面前 他听说后来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全部整理出来了 所以这一点每一个传承的上师 他下面的群体如果是很厉害的话 那么上师的教言还是后人可以有享受的 如果当时没有很大的势力 或者每一个人可能为自私自利而做的话 那后来流传都是没有的 包括当时比较而言的话 华智仁波切他自己写的以外 他下面的弟子基本上都是没有留下很多上师的记录 还是有显然的不同 很多不同 我刚才说什么呢 刚才说六祖也有念词大师的说法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应该是 像净土和禅宗双修的话 像以前言熟大师他也是讲 比如说他又分了四种 这个我们好像以前分过吧 他一个是净和禅是双修的 还有有禅无禅的 有禅无禅的 还有禅和禅都不修的 有四种 那么我们下面讲 他这里说 劝善知识们先应该出十恶 十不善业 应该十恶当障碍 那么如果除了十不善业等这些 包括谤法罪 还要做五无间罪 他这里都是并没有讲 因为我们讲观景的时候 往生极乐世界有时候的障碍造十不善业 也有十不善业的 然后往生极乐世界的主要的障碍 就是谤法和造五无间罪 所以我们后面讲不同的品位的时候 有不同的因 他这里并没有讲要求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必须要发菩提心 也没有讲往生事业 也没有讲断除五无间罪 并没有讲 他这里说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那么要断除十种恶业 有些版本里面讲十恶八谢 也恶业 但我这里说十恶等长 那么这样的时候能过十万亿刹土 马上我们断除了十恶 已经认识性的本性的时候 所有的越过十万个一个刹土 马上到极乐世界 年年见性 这个时候可以说它的境界是什么样呢 不间断的所有的每一次的意念能见到本性 在刹那间也是不离见本性的 然后平常的行为也是大平等当中 我们年年见性见到新的本性 然后始终处于大平等大空性当中 那么这样想叹之间的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度见阿弥陀佛真正的尊严 其实我们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清净的话呢 在那个时候召见佛陀 像《净土群雲论》当中也说了 心有构为 名为众生 然后心存尽是名为佛 成为佛陀 心如果有构然的话 这个时候叫众生 心一旦清净了 那个时候叫佛 所以我们前面也讲了 佛和众生之间 心的离构于佛 有这么一个差别 心已经离开了构然的时候 就开始佛 有这样的 如果我们真正行持这样的善的话 那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见到了阿弥陀佛 他这里也继续说 如果行持善法 在一切生活当中 行持十善 行持十善实际上这是一个人世本性的基础上 行持十善可能禅宗这样解释 否则光是行个十善 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有时候不承认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有时候行持十善 我们行持十善一般来讲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法门 其他什么都没有 光是行持十善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按其他的一些经论来讲 比较难的 但在这里说 如果行持十善 怎么需要天天念阿弥陀佛 发愿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如果不断失恶 整天造萨达遗亡当恶行的话 那怎么会是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等等来引起你呢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看你自己的心清不清净 如果心清净 即使没有发愿 也是往生的 心如果没有清净 即使发愿 也不能往生 但是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可能认为 啊 我心很清净 我不用念佛了 我不用发愿了 这种可能错误经常会 所以为什么禅宗呢 有时候初学者并不是很适合的 因为初学者如果一听到他的文字的时候 他自己本来也很懒惰 不愿意念佛 不愿意修加行 然后这个时候 为了给他有一种安慰 或者自己懒惰的一种依据 他特别地欢喜 啊 现在很多人不是 心即是佛 不用退一期归佛 我的心即是佛 但其实真正你的心是佛的要求 什么样的层次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说 他这里 如果心真的能善的话 即使你没有造任何的 没有发愿的话也可以 但这样反过来说 其实我们真正说是这样说的 我行刺是善 但是行刺是善的每一个善 你到底做了没有的话 恐怕说我们连心里也没有产生的话 绝对可能不可能的 你看身体的实不善业 语言的实不善业 心里的实不善业 你是不是全部都是完全清净的话 那这个可能谁都不好说 如果真的实不善业都没有造的话 那这个境界都是很高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实不善业 即使有些可能戒律清净的人 他在行为当中 比如说语言和身体的恶业没有造 但是心里的贪心和痴心 贪心和诚心 还有邪见 恶念 这些不产生相当困难的 因此说 我们自己不能因为听到一个比较高调的词 安慰自己 然后炫耀自己 这是在修行当中更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真正是已经开悟了无生法门 顿法的空性的话 那么见西方刹土实际上是刹那间的事情 什么时候你已经开悟的时候呢 那见到这种如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有一个《心经有章》 这里面也说了 诸佛细了之一切重新转 佛陀都知道 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心来造的 若能如是戒 识人见真佛 如果我们真正能这样了解的话 那么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他的能随时都是可以见到真正的佛 所以我当下如果认识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 你当下已经见到了佛 非常快的 所以当下不无念佛求生 路遥如何得到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无形 在外面怎么样 脸破喉咙 天天脸破求往生 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路非常谣言的 怎么会是到达呢 很有困难的意思 这以上跟六祖当时对他们讲了一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在自己的眼下 在自己心的当下可以得到 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下面说 灰冷与主人以西方如刹那间 母亲遍见各愿见佛 说我灰冷大师今天很想把极乐世界一刹那间 移到你们的面前来让大家看一看 你们愿不愿意见到 然后好像我们在那个观景还是在那里面 这个阿难当时要想见极乐世界的时候 佛陀用神变来呈现在他面前 这里也是说了 我这个灰冷今天你们在座的人当中 很想把极乐世界全部都转移过来 靠皮过来 然后给你们想见见 你们愿不愿意见啊 然后大家都特别欢喜 你看那个 终结顶礼云 如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 愿何生慈悲 便宣见西方普林多见 他们都开始纷纷地地念 就说是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真的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多么好啊 我们都不需要天天的念佛 往生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其实一个上师说什么的 下面的人全是纷纷地这样会做的 作为上师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他幸好是真正地碰打发心的这样的人 不然如果他说 啊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 绝对没有的话 那可能这个人的威望 这个人的口才非常好一点的话 下面的人 啊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很多人没有自己的逐渐 真的是这样的 但这些人也是怎么说啊 他们都说是 啊 我们如果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特别特别好 不需要发愿往生啊 就没有必要的 希望上师慈悲很快的时间当中 把极乐世界的所有能一所一 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一直等待着 开始开始 然后他们一直看着天空当中 那这个时候上师说 你们自己的身心就是极乐世界的能一所一 誓言大众 他这里说啊 说是你们这个大众们 你们管管自己的身体啊 其实你自己的身体呢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最庄严的城市 我们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们的言而逼色 还有前面的身体 这个叫做五根吧 我们平时 这五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五大门 一般我们讲极乐庄严的时候 东南西北和中原都有五个大门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这个门其实来来去去 我们的五根当中 对外界的很多的成沟也是来来去去的 然后里面的话 人类有意识的门 然后我们的心相当于极乐世界的流离大地 然后这个心这里应该是如来藏 或者是本心吧 那个本心的话 那么极乐世界当中的国王 应该是实质的佛陀吧 那么王居心地上 心在王在 心去王我 那么这样的心去国土当中 如果是心在 王也在 那么像国王般的密法当中讲的是 自心本来 普贤王如来 可以这么讲 然后普贤王如来的话 实际上我们普着王也可以说 普贤王也可以说 或者普贤王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也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说 其实王具足的话 那么他外在的整个世界 也是可以具足的 如果心没有的话 王也没有 他这里心和地 跟前面有点对应的时候 他前面说是 心是地 心是王 后面说是 心在 王在 好像这里有点点 也许可能是他文字上的作物 还是什么 前面所谓的心指的是王 然后后面 好像这两个有点挑换 看看 莲词大师说是文字有误 记录有误的话 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心去王我 心在身心存 心去身心怀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的身心相当于 是像极乐世界的 或者是宫殿的主要国王 那么一切的外在的一切 围绕国王而转的 那么一旦是心不在的话 外在也不存在的 可能这里心 前面不是有五根门吗 还有意识 然后心也许是阿兰耶 然后再心讲如来藏 那么如来藏显现上可以说是我们极乐世界的佛陀 可以这么讲 这些都有一种能以所以的生存 我们的身心不清净的部分全部灭了 但是佛陀的本体如来藏 他可以继续存在 此他这里说 想心中作 莫想 身外求 佛陀刚才如来藏的 真正的本体当中去寻找 而并不需要在外面求一个西方的佛陀 不需要的 自信密即是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我们前面也讲了 如果我们密了 这个称之为众生 如果已经觉了 觉悟了 认识了 这就是佛陀 那这个时候 极乐世界的所有本尊 当下我们的心当中是可以安立的 他这里也讲了 慈悲即是观音 西舍名为诗者 能经即是释迦 平之即是弥陀 他这里 我们平时讲 无能取作为无佛 无所取作为无父母 也就是说无尸 无尸 无佛 无尽 焰而彼射身相偉 无大作为无父母 在密宗大黄黄当中有这样的 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 还有我们的八诗句和其他的分别念 八大菩萨有这样的 当然这个按照闻解脱 又可以转变的 比如说他寂静变成愤怒 愤怒变成寂静 然后东南西北 金刚萨埵变成毕鲁哲娜 毕鲁哲娜变成金刚萨埵 也有这样的转变 所以这个道理 这里禅宗当中所讲到的 这个道理是很相同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讲禅宗的 讲《六祖坛经》的很多人 可能到了这里的时候 好多都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会是我的慈悲心变成观音菩萨了 西舍怎么变成大势之菩萨了 然后能清净的心 怎么变成实在牟尼佛了 然后平等的心 怎么变成阿弥陀佛了 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解 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们再不说大圆满 大黄黄黄当中 如果闻思究竟的话 完全都是只有这样来解释 除此之外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因此 为什么如今确实藏传密法 实际上最珍贵的一个思想 最珍贵的思想 原因是非常多的 而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自战会他 应该是我们跟佛经和论典进行比较的过程当中 我要知道 实际上真正的心 我们的心即是佛 那么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这是不同的层面来分的 实际上诸佛法界当中是一位一体 那这样以后一切菩萨 就是诸佛的一种幻化和一种变现而已 就变现而已 这样以后 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从慈悲的层面来讲观音菩萨 到时候我慈悲的心已经到达成熟的时候 观音菩萨前面来迎接你的 然后我细舍的心已经到了究竟的时候 大势之菩萨已经在我前面现前了 然后能清净整个万事万物 变成本来清净的面目展现的时候 这是一种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然后平等 我们这里可能是平直也可以说平等 平等性就是大空性 我们不是说是空尽无二吗 这样以后大平等的道理完全就是开悟 完全认识的时候 这就是阿弥陀佛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阿弥陀佛是空性的层面开悟 释迦牟尼佛是本来清净的层面 还有慈悲细舍的这些不同的层面 在一个分别念当中 所有的诸佛菩萨也是可以安立的 为什么密法当中就是说 自信即是佛 自信即是法 自信即是神 这个也是非常有神的原意 人我是须灭 贪欲是海水 烦恼是波浪 毒海是恶龙 虚妄是鬼神 陈老是欲悲 贪尘是地狱 与此是畜生 我们如果没有证悟它 任我就是外面西世界的虚面山 贪欲就是外面的其他海洋等 然后我们的烦恼在贪欲的根本 它的波动和驱使下不断地起波浪 然后毒海的心就呈现为恶龙 还有虚妄分别念是世间当中的各种鬼神 还有课程的分别念是愚类 恶语 贪嗔呈现地狱 愚痴呈现出生 所以我们三二句也好 整个世界 七世界和有限世界全是我们的分别念 贪嗔痴就开始作为影 然后在外面呈现各种各样的 不平静的 不平整的 这么样的世界 三知识 常心世善 天堂变知 除人我须美道 海随即 他如果我们常生认识心的本来面目的 心知识善的 在这种境界当中 天堂尽情的刹土自然而然出现 除了这样的人我以后 须弥善 外在的须弥善 一刹而倒塌 整个七世界的根本 实际上须弥善 都还除愚弥善 烦恼没有了 刚才前面说烦恼是波浪 贪欲的可能海水没有的话 那烦恼的波浪 这些都是全部没有了 然后都还的常恶性没有的话 那外面的愚弥 蒙素 这些也没有 自行地上觉醒如来 放大光明 外照鲁门清净 能破六亿周天 如果我们自行真正认识了 觉醒如来 它可以放出无量的光芒 然后再从六门当中出现 破出了世间的六亿天 整个天界的这些轮回都已经没有了 自行内照三度寄出 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那么我们认识了内在的真正信心的时候 一切贪嗔痴等三度就没有了 贪嗔痴等三度没有的话 地狱 饿鬼 旁生等一切罪恶和一切外面的不清净的现象 一时消灭了 内外明痴 不亦邪放 不作刺修 如何倒闭 如果我们真正内外都已经大彻大悟 那这个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当下 并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不做这样修的话 怎么会是 辛辛苦苦地能到达那里 走路倒也可以 坐车也是很困难的 昨天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小孩专门表演的家和尚 这个家和尚给别人讲经说法 就是说 你们给我多供养 能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他就把极乐愿文一个一个地解释下来 他解释得非常非常好 我都最后笑得坚持 今天眼睛还在痛 他是不是头上有发迹 然后坐下有轮 这个轮是要很好的一辆车 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像我这样的发迹 然后下面有个坐得很好的车 里面有一个偈颂叫 他一直在乱解释 后来我们笑了 他说 你们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给我多多供养 然后你们如果供养的话 我全部拿到极乐世界 然后好像下面的这些观众显得是牧民 然后给我供养多多的宿佑 然后另外一个人开始到处 哈 你们给上师供养宿佑啊 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他说 如果真正认识心的本性 当下就开悟了 没有这样修的话 怎么回事当的 大众闻所辽然间行 细节礼拜 巨贪善哉常言 颇愿发解众生 闻则一时无期 然后大众听到了之后 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开悟了 已经知道了极乐世界是怎么样的 都纷纷地向六祖顶礼 并且赞叹说善哉 而且大家也得了这样殊胜的法门以后 回向颇愿天下的一切众生 愿将来听到也好 当下听到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一时真正认识到心的本性 诗言善知识如意修行 在家也得不在世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行善 在家不修如西方人行恶 担心清净即使自行西方 然后六祖再继续说善知识明 你们如果想修行的话 在家也是可以 不一定非要在寺院当中提督家 一定要给我提督啊 你一定要给我提督啊 不提督的话 我不离开啊 不一定要说 当然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关键 如果出家有出家的清净性 并不是说排斥出家 有些我们经论的作众点 作众宣说的问题没有发现的话 我们短暂取有 只众是一个地方 或者只赞叹一个地方是不行的 他这里说 如果修行的话 这种净土法门 禅宗法门在家也是可以的 如果在家能修行的话 那么就像是东方人行持善法一样就可以的 那么当然在寺院里面 如果好好地行持禅宗 去行持你阿弥陀佛 也能往生 同样的 如果没有放在寺院里面 也不一定修成 有些人经常自己人格也不好 修行也不好 脾气也不好 甚至造得非常多的一些恶业的话 这个人最好不要出家了 最好不要在寺院里面 否则他对三宝的危害更可怕的 他的这种形象 毁坏了自己多生累劫 这种形象在寺院当中也会出现的 所以说 并不是说所有的寺院都是不好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寺院 在家人都是修行成就的 但是这个人有一定的差别 有些好人 即使你是在家身份 但是确实修行非常好的 然后有些修行不好 即使你是出家身份 但这个修行也是很差的 就像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能有恶人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个恶人 天天生恶心的话 那么恶不管是在任何人的心里面产生 都会就像修下毒药一样 产生恶的果报 所以说都不会有好的报应 因此无论是出家人 在家人 真正的行善是非常重要 否则外在的一个形象和外在的一种行为 不能判断一个人 担心清净即使自信西方 如果我们真正的心得以清净的话 那这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种境界相当高的 我们如果没有自己到达 包括我们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如果心境的话 我们现在所住的苏婆世界 也是完全是非常清净 我们每天所产生的七星动念 全是智慧的一种现象 更不用说我们睡不着 吃不下饭 痛苦 不开心 伤心 绝望 哭泣等等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 好像西方极乐世界不承认 真理的世界是承认 那这种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些 真正开悟信心的当下 一切的世界都不可能有一个室友的东西 那这种理念和这种见解下 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不承认没有的 否则我们还是按照净土宗和个别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存在的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存在的 应该有这么一个差别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主要讲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 按照六足的观点来怎样回答的 所以我想是这个可能跟密宗的观点 像结合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更加可能比较明白吧 太阳极乐世界的观点 这个词 只能有什么意义 太阳极乐世界 凑能有什么意义 太阳极乐世界 中生我讲的 太阳极乐世界 大阳极乐世界 不懂的 太阳极乐世界 我认为一个世界 不懂的 没有 我们 母 我认为 人